哈囉各位辛苦的娛樂圈的同仁們 還有各位粉絲朋友們你們好 還有各位路過的路人們你們好 我是亞倫 哈囉亞倫 這個輪子太會轉 它太好用了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再來聊天一下 因為大家感覺都等你等了很久 大家不知道亞倫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這樣最近自己在忙一些什麼 最近喔 剛拍完古裝的 剛拍完古裝的 髮技線稍微往後 不會啊 開玩笑 就因為很多人都說那個 黏頭套可能會傷害到髮技線 所以在這個行前 我就特別準備了很多護法用 相關的用品放在我的行李箱裡面 一起跟著我去拍戲 那除了拍古裝之外 還有忙一些什麼其他的工作嗎 忙一些什麼啊 古裝就到前上個禮拜才殺心 然後回來這樣子 就馬不停蹄的 趕到萬保羅 準備拿另外一個行李箱 準備拿另外一個行李箱 因為接下來又要去海南島 我可能會變成很黑很黑回來 不會啊 你皮膚這麼好 可是曬太陽那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對對對 我們其實常常都在亞倫的那個 他的Instagram 或是他的社群媒體上面看到 他其實因為工作 必須常常要飛來飛去 對 世界各地到處跑 那剛剛才殺青 然後馬上接下來又要再去海南島 那如果一個空中飛人 你有沒有一些你旅行當中必備的單品 因為要經過很多的旅舍 對 旅舍 所以我會帶自己習慣的枕頭 枕頭 所以我的行李箱一定要剛剛好能夠 要不是比枕頭還大 要不然就是 至少要放在下一顆單人的枕頭 這樣子 那除了枕頭之外 你有沒有說是你第一輩子 枕頭會一放 然後裡面就滿了 就是枕頭一放進去 那個心理箱就滿了 不會 不會 因為我那個枕頭還算薄 只是 就是剛剛好是那個 跟肩膀的高度是一樣 會想挑戰雙人枕頭嗎 會想挑戰這首歌 但不會試著想要把兩顆枕頭伸在心裡 這樣 對 對 還是會擔心 就是因為各種傳聞嘛 尤其是那個黃膠 我這一次自己親自去體驗過後 真的是非常黏 所以我帶了很多的護髮產品 包括 使頭皮可以比較軟化的 角質比較那麼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會 保養它的毛囊的 不讓毛囊阻塞的 這些都很重要 因為悶在裡面那個 可能毛囊就會開始產生一些 皮脂分泌的一些物體 然後會阻塞毛孔這樣子 對 感谢观看